足哥说电影帮你们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票的思路 在圣诞节的前夜 李大白和张大妈两口子开车带着闺女儿子 还有未来的女婿前往孩子们的外婆见 李大白由于头天晚上打麻将一夜没睡 搞得这会儿精神头不是太好 开着开着车就打起来躲 这个时候对面刚好拾来一辆大卡车 眼瞅着就要撞上了 闺女窗簧一声尖叫 把李大白当时又吓脅 急忙往旁边猛打方向盘 汽车像发了情的野狗似的 蹭的一下就窜到了一条鸟不拉屎的小路上 停车之后在老婆张大妈的埋怨下 李大白坐了一个毫无诚意的小检讨 然后下车检查了一下车况 这个时候张大妈发现 他们已经从周际公路莫名其妙的跑到了一条小道上 李大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管他大道小道嘛 能到家就是扔道 五个人开着车继续前行 一路上欢歌笑语很有过年的气 其实这五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准女婿炮灰哥的秘密是 想在春花的姥姥家向春花求婚 这春花虽然怀了炮灰哥的孩子 但他却想着怎么跟男朋友分手 弟弟狗圣的秘密是经常偷着抽到麻 李大白的秘密是曾经出过轨 张大妈最狠 儿子狗圣根本就不是李大白的庄 李大白开着车正往前狂奔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站在路边 李大白一辈子连相惜语 怎么忍心看着这位金发性感的女人 独自在荒郊野外拒绝而行呢 不能够 李大白急忙把车停了下来 由于大家的手机都没有信号 李大白热情的邀请金发姐上了车 然后开着车返回了刚刚经过的小木屋 想着小木屋里可能会有电话 金发姐显得心事冲通了 一路上没说一句话 李大白和张大妈来到小木屋 可这屋里的电话根本就没音 炮灰哥在车上跟金发姐聊的挺投机 可当他发现金发姐的孩子是个死胎之后 突然嗷嗷一声惨尿 把李大白等人全都瞎尿 一帮人跑到车旁一看 发现炮灰哥和金发姐全都不见 这个时候一辆黑色的老式叫车 鬼鬼祟祟的出现 正在路边瞎溜达 车旁一看呢 发现炮灰哥居然被这辆老式叫车给拉走了 一帮人急忙开着车去追 跑出去没多远 李大白突然来一急刹车 四个人下车一看 发现炮灰哥已经四分五裂的领了盒饭 张大妈急忙打电话报警 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奇怪的呼救声 吓得张大妈急忙把手机给扔了 炮灰哥的死可怕车旁下的不行 这解门是目光呆滞 表情僵硬 精神上似乎出了毛病 把炮灰哥的尸体弄到路边之后 四个人开着车继续往前走 这炮灰哥毕竟只是一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准女婿 一间四口的心情很快就平复了 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的心理阴影 汽车正在向前狂奔的时候 李大白突然看到路边的一个指示牌 牌子上写着马科特的字样 拿出地图一查 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地方 目前留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老两口在车上拌了几句嘴之后 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来 狗胜毕竟是年轻人的 脑子也几位 他很快就发现这条路上 始终没有看到别的车 这个时候李大白和张大妈也发现 打之前金发姐上车到现在 时间一直停留在七点半就没动 狗胜说炮灰哥被分尸了 时间又停留在了七点半 根据我的判断 这一定是外星人干 由于一直找不到出路 李大白和张大妈显得是越来越烦恼 老两口正在车上相互人身攻击的时候 汽车突然爆胎 李大白这边撅着屁股换轮胎 狗胜则跑到旁边的小树林里抽到麻去 这哥们正嗨的时候 金发姐再次出现 然后这哥们就领了喝饭 李大白这边刚换好轮胎 那辆黑色的老式轿车再次出现 三个人一看呢 发现狗胜被撤给拉动 李大白急忙开着车去追 可刚跑出去没多远 就发现了狗胜被烧焦的尸体 彻底崩溃的张大妈开始胡言乱语 把心里埋藏多年的秘密权说出来 原来狗胜居然是张大妈和李大白的好朋友 王大白生的孩子 为了防止再出现意外 春花把送给他舅舅的猎枪拿了出来 李大白压上子弹之后 马上就感觉自己的胆肥了不少 由于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张大妈开始不停的吃东西 最后把自己给吃得住了 李大白和春花正闲聊的时候 张大妈把猎枪端起来 一枪就把老伴的腿给打圈了 春花为李大白取出子弹之后 李大白是边喝酒边开车 话也没刚才那么多 当迷迷糊糊的春花醒来之后 发现李大白正在附近观察路口 毕竟是老司机了 经验就是丰富 李大白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马克特一定是一个 在海边的军事基地 在有个四五十公里 应该就能到达马克特了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张大妈突然从车里下来 看上去是精神状态 已经恢复正常了 张大妈首先肯定了 李大白是一位好丈夫好夫妻 然后话锋一转 把李大白和王大妈 劈腿的事都出来了 重新上路之后 张大妈的精神又开始不正常 时不时的冲着旁边的树林里招手 似乎是在跟那些 已经去世多年的老朋友打招呼 把李大白烦得够呛 老爷子正发牢骚的时候 张大妈突然打开车门跳了下去 李大白和春花下车一看呢 发现地上散落着张大妈的随身物品 可是没看到张大妈本人 这个时候 那辆黑色的老式教师又出现了 李大白一看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盯领光荡就开了枪 黑色轿车一看 对方来者不善也不敢恋战 扔下张大妈 然后掉过头走了 张大妈这一切可摔得不轻 灰头土脸破一啰嗦 跟要饭的似的 回光返照的张大妈 跟老公和闺女打了个招呼之后 带着儿时的梦想高高兴兴的走 张大妈的死对李大白来说 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当年说好的比翼双飞 现如今张大妈一个人碰论的身旁走了 那李大白的心情能好得了 如果不是春花拦着 李大白就跟张大妈一起飞了 经过春花的劝说 李大白终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带着张大妈的尸体再次上路 途中李大白突然意识到 这么开下去可不是办法 必须换个思路 说干就干 妇女俩开始徒步前行了 可兜了一大圈 两人又神奇般的回到了原地 无奈之下 这二位只好又开着车继续往前走 要说李大白的眼神就是好 走马观杯 很快就看到了路标的小木屋 这个小木屋跟之前的那个是一模一样 当李大白正在屋里瞎悬磨的时候 金发姐突然出现 一掘小嘴就给李大白来理鬼睡灯 这下可把李大白彻底激怒了 此时的李大白显得异常的狂躁 并半有胡说八道 有点留心不认了 上去一个右摆拳 就把春花给做蒙圈了 这个时候金发姐突然在树林里一晃不见 老爷子端着猎枪就冲进了树林 打算把金发姐给毙了 李大白这一走就像肉包的打狗 一点音讯也没有 当被揍晕的春花醒来之后 发现车的周围到处都是孤魂野鬼 他急忙开着车撒子撩 可没跑出多远车就没有了 春花下车之后开始往前瞎溜了 并大声地冲着金发姐叫板 希望双方能做个了断 这个时候 他突然看到路上放着四个黑色的果实套 他拉开其中一个一看 发现是他慈祥的附近李大白 黑色的轿车再次出现 这次是来接金发姐 当春花正蒙圈的时候 一束强烈的灯光扑面而来 正是他们之前遭遇车祸的那一刻 春花一声尖叫从医院的病床上就坐了起来 原来李大白开着车打盹的那会儿 并没有躲开对面的大卡车 全家人除了春花之外全都挂了 也许是死亡来的太突然了 那些死者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又或者是之前发生在死路上的一切 只不过是春花在昏迷中的异象而已 至于那辆老式的黑色轿车 其实是第一个发现他们出车祸的汽车 关于死路上的那个叫马克特的路牌 他和春花的主治医生的名字是一模一样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吃一样 饮酒驾驶或是多 疲劳千万莫开车 如果非要不听劝 等于再往私立做话